今天的主題 介紹台灣藍寶 喔 看這一點點啊 快一百萬了 既然講比較安靜 今天還有買什麼 來三個 永久頂級低PPS 十萬出道 這只有內行人會買 頂級鑽石 財富女神 昨天賣一塊 今天用愛一塊 怎麼那麼多人愛財富女神好奇怪 美媒在裡面 然後金塊 六萬多塊而已 一樣 主小台灣藍寶 台灣藍寶會疊就是因為蔡英文 斷掉了這個 路克來台的簽證 不能旅遊了自然就不會有人敢買 那這一批等於最頂級的A家家貨 光太多 一邊叫做變色的 一邊叫做巴拉美亞 這是印尼文 但是最後發現 這個產區也會挖出賣產區的東西 都是有可能 克舌米爾就在巴基斯坦旁邊 有時候巴基斯坦也會挖出 克舌米爾藍寶 品種也是不重要 客人問了一個 以前買的很漂亮的台灣藍寶 它顏色越來越淡 越來越醜 因為它被用金油高溫煮過 把它變漂亮 唉唷 我有中國章老師賺出 沒有用 老師到今天為止都還唸不出來 所以說你就是要跟有幸運的賣家嘛 像我們這種純正的 它會越放越漂亮 就算有很小的黑點 它都可能不見 看到鬼喔 珠寶怎麼可能 越變越乾淨 它這邊巴拉一巴裡面 就是含銅的成分才是藍色 基本上3%以上的銅 會變成紅色啦 氧化了以後 它變氧化銅 它的雜質就會消失了 越放越漂亮 一直曬太陽 在車裡很悶很熱 熱它燙它 炒菜泡溫泉 馬上就爛掉了 要救的回來嗎 泡在水裡可能救的回來 好貨是不需要泡在水裡 原況需要靜置3到5年 才會變漂亮 質地也會更穩定